這三個點稍微小一點 稍微漲出去 再鈍 形成這個姿勢 下鼻不力點撇出去 受硬了 這裡要開始瞎窄 拉長 扭轉拉長 過來折 這裡也是拉長 調 中間感覺比較窄 左邊短 右邊呢 右邊長 而且慢慢加粗 折一下 讓它產生骨頭 按下去撇出去 用很厚實的短橫 普通粗的長橫 非常長的細的長橫 好 那中間這些四個直畫要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的習慣 不要寫成真的直畫 好 左點 中間點 中間點 往右點 金 金 底顏 薄滿的 下鼻不力底顏 拉動一下 好 斜上去折 剎車停住 再來一次 好 這個口 寫得非常的斜 角度 下面非常的窄 好 鋪 不能伸長 因為只筆畫 金 稍微壓下來 那馬呢 就塞在這個縫縫裡面 好 從第一筆就開始塞那個縫縫 其實下面的馬是稍微有點小隻 好 這裡深長 因為它稍微比較長 對 比較長的 這隻馬確實有點小隻 感覺被壓得喘不過氣 這是讓人心驚淡跳 因為它很長 所以沒地方擠到再擠進來 再擠進來 最後這個最橢圓 好 金 浪 浪 浪 點 向內集中 對 凸出去 按下去 用力的挑上去 橫畫 折上去折 馬上收緊 斜上去折 馬上收進來 好 前面不碰到 後面黏死 欸 嗯 這個 哎呀 挑上去 不要太快 沒得浮掉 嗯 要送到底 這個浪 倒是寫的 斬釘截鐵的 就像浪花一樣 蓋 蓋點一定要飽滿 撇 好 這盒是比較長的短橫 比較短的短橫 比較飽滿 有點彎曲的 然後中長橫 有點凸起來的 然後這個敏要寫得很高 所以這一段要拉得很長 這樣至少會夾 夾得很緊 然後也很長 所以這裡下面這兩個筆畫 都快要碰不到 只大到 那左偏長 右偏短 它都喜歡這樣 然後停一下 拉動一下 產生骨頭 蓋 摻 摻上面 摻個3 要寫的扁啊 不然怎麼擠進去啊 3個 扁 因為往旁邊發展 中間的縫隙都很短 扁 可以講扁了 但是你一定要真的寫扁 不要嘴巴很 好 長的 逆上去滑下來 有點翹 摻 以前的摻習慣上面寫個小 好 現在是3個撇 跳上去 左點偏上面一點 這樣字才會向中間集中 摻 用 用第一個筆比較圓近 直撇 撇得直一點 好 再來第二個按下去斜的 可是它這裡開始做它最喜歡的動作 弧度 好 那第一個是翹上去的 第二個是有點往下扶的 好 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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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